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講者QRTT1 那今天要分享的題目是從Gubi到Gradle 那在我今天其實這場是跟其他場次調換 所以我本來是敏捷的 那在這個同時呢 有另外一場次的Whatshub 他也是在講Gubi跟Duck 所以如果非常實作有興趣的應該去那邊 然後對動手實作有興趣要去那邊 那對Gradle怎麼實作有興趣的人要來這邊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講到這個主題呢 因為通常問到很多人說 現在很多專案都已經升級Gradle 那你到底會不會用Gradle 大部分人都說好像會但又好像不會 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問題 因為我也學了Gradle好多次 始終還是覺得學不太會的感覺 那我們先來研究一下 我們這個忙碌的開發者到底是怎麼認識Gradle 那首先呢通常因為通常是被迫升級 比如說像OpenSource專案 他莫名其妙的真的Gradle 所以你必須要去了解他 或是像一兩年前 Android Studio推出來的時候 他就變成用Gradle去Build他的專案 所以呢對很多的Android工程師呢 他可能第一次接觸加碼是在Android開發 第一次接觸Gradle也是在Android開發 對他們來說是兩個非常新的東西 除了Android本身之外 所以呢我們很少的時間去認真去學這個Gradle的技巧 所以常在網路上片段的找到我們需要用的東西 那試著把它拼湊起來 那就算之後有時間了想要好好學它看文件 那但是又不一定看得懂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困擾的問題 那我們先來試一下看文件到底看不看得懂 那其實今天會用到的工具不多 今天範例也不多 今天主要工具就是看一下官網的文件 有空的話再看一下收拾扣 然後demo兩三個孤立的扣而已 好那我們先翻開這個文件它的tutorials 它的gettingstart呢是教我們說 教我們這些內容 那簡單的說就是要知道怎麼安裝 要知道怎麼寫task 然後要知道怎麼編譯加碼專案 大家懂得相應管理 那大家會問說用Gradle最多的Android Developer呢 不在我們目前這一場的範圍內 因為Android的Program太複雜了 可能要再花兩三場再講一次 對 那不過呢Android Developer還是可以聽一下說 Gradle到底是怎麼去做出來的 好那我們先看第六點一節 它先告訴你一個簡單的概念說 你的Gradle script呢 是由一個project跟0到多的task組成的 那再來呢它會教你寫第一個task 就是我們傳說中的Hello World 那這Hello World呢它首先跟你說 你有一個關鍵字叫tsk 然後呢把它寫上去之後 後面接你的task名稱 再用一組大括號把它刮起來 然後呢你再寫一個dolest 然後再一組大括號 然後printHello World 這樣你的第一個task就寫完了 但是呢大家很懷疑說 為什麼我要寫這麼多大括號 然後最後還要再寫個dolest 再把那個Hello World Print上去 這是大家最困惑的地方 因為我完全不曉得你在寫什麼 感覺到你只是在背一堆東西 把它背起來 然後好像可以用就行了 那在6.3呢它會告訴你說 上面的寫法太麻煩 我們有短一點的寫法 那就是把上面那個dolest 可能改成taskHello World 然後兩個小魚的符號 然後後面就可以直接printHello World 但是呢還是看不懂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到底什麼時候該用小魚小魚 什麼時候該用dolest 這是完全它沒有講清楚的細節 在這份開始的文件裡面 實際上呢也不容易講清楚 因為它是在一個google上 建構一個DSL language 然後又在Gradle裡面 又建構一個DSL的世界 所以有兩個雙重的context在裡面 所以我們理解上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再來呢 他又給我一些更 更他覺得非常有用的功能 但是呢使用者看到這個 會覺得一連姆薩薩 說這東西 我真的會需要寫這個東西嗎 那再來呢 他又說 終於又看到一個新的介紹 但是呢 對使用者來說 又是一個新的語法 因為我不斷的在記憶新的語法 只為了要去滿足我的兵役需求 那他這邊就寫了 我之前的Hello World呢 如果我想要一個Task相應他 我可以寫一個新的Task 然後括號起來 然後寫個Depends on 然後罵號Hello World 他這樣就會相應他了 但是呢 怎麼弄的 不曉得為什麼 所以呢到目前為止 我們一直在不停的去記憶說 新的語法跟新的關鍵字 帶出來的語力是什麼意思 雖然這寫Depends on 非常的直覺 他就是會相應那個Task 那實際上呢 我在我的腦中 只是一堆的東西 必須要記起來 這樣實在太困擾我了 我有辦法說 用理解他的方式 去取得這些的知識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呢 他又告訴你說 他有非常多的Future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Gubi Language 那後面呢 你使用者其實已經不太想看了 雖然他有非常多的Future 但是使用者已經吸收不了了 他有這些有趣的功能 好 然後再來放一張 特別放一支 放一張字比較小的 順便告訴你 這張投影片的特色呢 就是字太小了 不用看 好 那你也可以在裡面寫Macer 然後你還可以有DH Conflict的功能 好 那我現在告訴你說 你們會Gradle的 你相信嗎 大師我也不相信 那 但是呢 基本語法看完之後呢 別忘了 你還有Gradle DSL要學 現在呢 可能大家都已經 已經快要投降 所以現在問你說 要繼續下一關嗎 我們來學一下 怎麼去compile你的Joba專案 然後呢 這時候對我顯示說 我已經陣亡了 我不想懂了 他只要會動就好 那 那大部分人學Gradle呢 其實都是停在這個階段 因為呢 你無法吸收前面講的東西 就變成說 你無法去 想要深入的去理解他 更不用說 我想要看文件 就知道我要在幹什麼 好 所以簡單 一個簡單的結論就是 不要在官網上學Gradle 那如果有時間 建議先看書 那如果你真的 時間比較少的話 建議只能先看中間那一本 如果你中間那一本 看完的話 建議開始看左邊那一本 左邊那一本看完 再看右邊那一本 那其實左邊那一本 其實也有一個章節 在講Gurri for DSL的事情 那萬一真的沒有時間呢 就只要把這場演講的錄影回去 多看幾遍 應該也會有一點幫助 好 那我先講一下簡單的讀後心的 因為三本書我大概都有 至少瀏覽過一遍 雖然沒有很細的看 那Gurri呢真的是一個 兼容各家懶人語法的語言 套一句白話就是說 他跟很多 軟的語言去致敬了一下 是致敬喔不是抄襲喔 然後呢你要理解 Gurri的DSL可以先理解 你要理解Gradle DSL 可以先從Gurri的Future去開始理解 這樣子會比較順利一點 那我先帶給大家寫 基本的認知就是 Gurri的Speaker呢 它其實就是Gurri的Speaker 所以你寫大部分Gurri的語法 都會通的 我講的是大部分 因為它有一些scope 還有一些特殊處理 那還有Gurri的Speaker呢 它其實就是Gurri製成的DSL language 然後呢 大家一開始說 為什麼我又要學一個 因為我這只是為了要編印一個東西 那你就叫我來學一個新的語言 叫Gurri的 那你又跟我說 學了Gurri的不夠 你要必須再學Gurri 所以這樣子很煩 其實 還好Gurri 它相同於大部分Java語法 所以你可以用過去Gurri的知識 去寫它 這完全沒問題 但是它可以省略很多 括號跟分號 我們等一下會有個Demo 那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在Gurri8浪達出來之前 它就有支援Coldro 它跟浪達的用法很相似 不過它的實作的哲學 跟概念有點不一樣 好 那我們開始來講一下 一點點簡單的Gurri的入門 需要製造的東西 先介紹常用語法 那只會介紹在Gurri用到的常用部分 第一個是它的Beam呢 會自動產生Gator或Stator 那常用的容器呢 你不用再New什麼ArrayList什麼的 你直接用個中括號取代 就是一個List 還有Coldro的設計 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看個例子 首先呢 如果我要個Map 我不需要再New一個HashMap 或是PinkingList什麼的Map 你只需要寫一個Map等於中括號 然後呢 中間呢 你要寫冒號 這個就是Map 那如果不加冒號的時候呢 就是List 這很容易理解 它直接在語法上 支援的這兩種常用的Collection 那如果呢 你不想要List 你一定是把它轉成正列 它就會是正列 所以呢 它這個的型態呢 其實是Optional的 比如說我這邊是寫一個DEF 它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Java裡面的Object 但是呢 Java沒有幫你做那個Type的推論 所以你必須要明確地Caster它 那對Ubi來說呢 它可以去猜測說你現在的情境 在這個層數的情境下 它適當用哪一個物件的類別 它自動就幫你去猜上去了 比如說我在這邊寫的是New ArrayList的嘛 那它有時候猜出來它比較適合用LinkedList的 你去印出來的類別是LinkedList的 所以這邊ArrayList只是一個簡單的示範而已 好 那再來呢 它在每一個物件 就是它把Java的物件 我們叫它是繼承Object嘛 那它另外 弄了一顆平行的繼承數叫GoogleObject 那連Java的Object都改掉了 它連單一個元素都有支援像H這種走訪的Messor 那當你在單一的元素的 就非容器的地方呼叫一群呢 就傳回自己 那如果是容器的物件呢 你去對它呼叫一群 它就是依序去把它展示出來 那我們這邊介紹一群呢 主要是為了那個大口號的部分 你只要把大口號呢 放在參數列 或是把它當成一個值的話 它就會被視為是Coldio 那Coldio呢 它就是過去我們 比如說我們寫消耗的時候 會有一些匿名的類別的實作啊 就可以用它來取代 就像我們現在在寫Stream跟Long的很像 那Coldio呢 它有一個預設參數名稱 比如說Each嘛 就第一個 第一個參數傳進去就是Hello 第二個傳進去就是Wall嘛 它這個Each就會走廣每一個 那你就把它想成 它刨一個forEach 然後參數名稱取名叫做Each 所以你就可以把Each 主行的把Hello跟Wall印出來 那如果呢 你不想要它的參數名稱叫Each 你可以改 那你就自己取個參數名稱 然後用一個箭頭的符號把它割開 這樣就行了 所以它是一個蠻容易理解的語法 好 那不會懂的 你剛才有提到它可以 省略很多的括號 那只要你不會影響它推論的結果 你都可以省略 像比如說 我如果開個檔案 然後把檔案開成一個Reader 那Reader它可以去主行的去走訪 那你會把Reader的名字取名叫Reader 然後Reader再丟到下一個Cologe 是印出每一行的Index跟內容 這樣子就可以把它印出來了 所以你不用像過去一樣寫forEach 然後再弄得很多個變數 還要記錄你的行號之類的 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Cologe的應用 如果你已經有在用Gradle 你會有編譯你的教導專案 這是一個常見的例子 譬如說 你Apply了一個Plugin 它叫Java 那你Apply了Plugin JavaPlugin之後呢 你就有SourceSet可以用 那實際上SourceSet是一個Macer Code 它是一個Macer Code 被Biting在你的Project物件下 那你呼叫的這個Macer呢 傳的第一個參數是Cologe 因為我們看到大括號碼 第一個是Cologe 那Cologe傳進去之後呢 它又呼叫一個叫做Main的Macer 又傳了一個Cologe進去 所以它是一層一層進去的 所以這樣是一個簡單的解說 我們才會再看一下的用途 好 那我們先來稍微Demo一下 我剛剛講的部分 那首先呢 我們要Demo這兩個範圍 一個是Groovy的Beam的使用 那一個是Cologe的示範 其實在HackPay上有我 我剛剛有上傳了一下 我們專案的位置 它就在這裡 名字取太長了 所以我找我的那個 公開的Repository 應該就會找得到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個範圍 那第一個範圍是一個很簡單的 那個Beam的Class 那我們先來跑一下它長 這個Beam的Class它其實只有兩個參數 那還有兩組的Set跟Gator 那我先把這個Beam呢 New起來之後呢 幫它設定一個名字 叫做HelloGradle 然後把它的名字印出來 它設定一個值 這個值的特別的地方是說 我不是用SetView去 SetValue去設定它的內容 是用PropertyAssess的方式去指定的 這個會幫你自動轉成的MaserCode 那我先來簡單示範一下說 我的分號跟 我的分號是可以省略的 那我先把 我應該先執行一下 確定它是能跑的 好我現在執行它 所以我會看到HelloGradle跟123 那現在呢 剛剛跟你們說過嘛 分號其實是不需要 因為它會自動發生 那我們把分號刪掉 好現在沒有分號了 所以一樣還是要可以跑 好那它也是一樣可以正常的跑出來 那再來呢 其實它可以不需要Set跟Get 如果你的名字長得一樣的話 像比如第一組的 我要Name的這一組刪掉之後 我一樣有 SetName跟GetName可以使用 它一樣是可以印得出來的 然後呢 這邊呢 一樣可以省略它的括號 如果你的參數 只要有 參數列 只要 數字 數目對 它就會對得上 這樣一樣印得出來 那再來呢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 Property Assess用 就像下面的SetValue 這邊是一樣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簡單的 Groupie的bin的示範 那這個東西呢 是要告訴你們什麼事呢 如果你在 回到Squip 看到了什麼東西 的Property Assess 比如說bin.value 它可能實際上是 bin.getValue Master 而不是 有這個value 這個field 所以這個是 你們在TraceSourceCode 必須要注意的 那相反的 如果它有 它有SetName 它有可能 沒有這個Master 而是只有那個Field 所以這是在 如果你有興趣 TraceSquared 的SourceCode 這個地方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例子 這是Creation的例子 那我們先 這邊是New一個Map 然後塞一個P跟Value進去 那這個是New一個List 塞兩組東西進去 那我們可以把 語法執行一下 那就會印出P跟Map 那我們呢 這個 因為Grade會自動幫我們判斷Type 所以 它實際上的Type 我可以不用選高 然後呢 改用 改用語法支援 一個中括號 中間塞一個Map 這樣就會變成Map 那List呢 一樣 這邊可以把它修改一下 我的List變速不見了 好 那這樣程式一樣可以跑 但是寫起來更簡潔了 那這邊最重要的List呢 List沒有那麼常見 除非你設定多個Dependency 也是才常見 那Map呢 它的例子比較特殊就是 你不一定要看中括號 如果你看到參數列 只有單純寫Map 然後一堆的Map 一堆的冒號 用多少格開點 那個也是Map 這邊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那就是簡單的語法的展示 那剛剛是介紹了它的基本的一些常用的語法 那再來呢 就是要講一下它的DSL的Future 比如說呢 我們最重要DSLFuture的支援是 你的Collection 支援Delegate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的Collection本身 能夠呼叫的 或是Assess到Scope 是Collection外圍的Scope 就是 它宣告開始 之外的地方 比如說以這個 這個CopyDuck的Test 那它就是這個 大括號 對 大括號外圍的地方 都是它可以Assess到的 那呢 它支援Delegate 是什麼意思呢 以這個例子來說 我們有沒有想過說 你的這個 CopyDuck 它的Front跟Into 是 到底是誰提供的 那它實際上呢 是由那個 指定Type這邊的Copy的Test 提供的 那因為它把 Creation的Delegate 射給這個Copy的 的這個 Test的型態 所以呢 我可以從這個 Croger呼叫到 Copy的Front跟Copy的Into 這兩個Macer 它實際上 在Copy Copy的這個 Copy 這一個Test裡面的狀態而已 那一樣呢 我們來簡單的 知道一下 它的 那個 Dedigator 是怎麼做的 那我這邊呢 先New一個簡單的 那個 Codejo的 class 的Sample 那如果 Code這個Macer呢 它會呼叫 Codejo 然後 CodeList 那它CodeList的時候 它就可以從 List取到這個 Domain的 Object 那另外一種 情況呢 是說 我提供另外一個 Macer給它 叫Convq 那Convq呢 我直接把 這個 Code的Delegation呢 設定在 Domain裡面 那一樣 去Code這個 Codejo 它的寫法 就可以 有不同的寫法 比如說 第一種呢 沒有透過 Delegate的方法呢 你就必須要透過 歷史的那個物件 就是 它自己本身 呼叫Domain 這個Feel 那再呼叫 這個Domain Object的方法 那一樣 你還必須要這樣去取出 這個Domain Object的 值 那如果透過 Delegate呢 我就可以直接呼叫到 Domain Object的方法 比如說HBuild 然後 ATDR 跟這個HBuild 那我們可以簡單的 看一下 上面這個 就是它的 它的欄位 跟它的方法 Messor 那我先執行一下 那它就會看到 呃 就會看到它有 成功的執行 第一組呢 是用 呃 正常的reference 去執行 Domain Object的內容 那第二組呢 是用 Project Delegate的方式 去執行到 另外Copject的內容 那大部分的 Gradle裡面的Task 都是這樣子 去委派實作 因為我們 常常會 比如說 我們用Copy 或是Lip 或是Tab的Task 它其實都透過這種機制 幫你去reuse 使其他人寫好的Task 好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示範的那個Core 那接下來呢 呃 Demo的Core呢 就沒那麼多了 我們就單純講說 它還幫我們 做了哪些事 但我們可以去理解說 Gradle要怎麼做 首先呢 你要做 Gradle DSL 它有提供你一個Compile 因為其實Gradle都是 動態執行的時候 才Compile 那 單純以這個 Hello World Task 來說呢 對Gubi來說 這個Task 是個Keyword 那它是用來建議 一個新的Task的功能 那Hello World 是Task名稱 那但是站在Gubi的角度 它發生什麼事呢 Task是一個Messor Invoque 那Hello World呢 是Messor的參數 那也是 到這行之前為止 它是未定義的變數 就沒有人定義過它 但是你在寫Gradle的時候 不會出現那個錯誤 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那實際上呢 它做的是哪些事呢 它會透過一個ASD的Transformer 幫你轉換 它說它看到Task 就把它當做 你是在call 發覺物件的TaskMessor 然後呢 再把它的Hello呢 轉成字串丟進去 給這個Messor裡面 比如像我這樣子寫 它其實就是呼叫 這個第三個TaskMessor 那在另外一個機制呢 就更重要的機制就是 那個MetaObject的Procode 那支援MetaProgramming呢 主要的機制就是 在Goovie裡面 主要就是透過這一種機制 當你的Goovie的物件 去呼叫一個Messor的時候 它不是直接呼叫 它是先問它的MetaMessor MetaClass說 我到底有沒有這個Messor 可以呼叫 或是說 它去問它的MetaClass說 我有這個欄位可以用嗎 之類的 那再透過MetaClass 幫它再導一次 導到它需要的位置 那比較常見的 實作方式 就是透過Messor的 Hooking的機制 就是你去掛一個說 如果找不到Messor 那要去哪裡找 或找不到Property的時候 該去哪裡找 就像我們常常會覺得 很疑惑說 為什麼我Apply叫它Property之後 下面的那些紅色的那些東西 都可以用 這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名題 對 那我們來簡單的欣賞一下 那個MOP eSource 是怎麼實作的 是怎麼運用的 那這邊就沒有準備 比較大的範例 就簡單的用那個 別人下的範例 它其實就簡單的實作一個Class 然後呢實作兩件事 一個是 當我呼叫這個Messor的時候 就算Messor不存在 我還是當它存在的去呼叫 或是我取得這個Property的時候 那我就當做有這個Property存在 那它現在呢 就是呼叫兩個不存在的Messor 第一個呢是Hello World 那第二個呢是Create User 那第三個是一個Property的Assess 那我這邊就可以簡單的執行一下 第一個呢是呼叫 呼叫Hello World 他就告訴你說 他看到有人呼叫Hello World 然後接下來就沒事了 因為後面什麼都沒寫 那第二個呢 他就是說 他看到有人呼叫 叫Create User 那參數是這三個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他看到有人要Assess 叫做Name的Property 那在Create User裡面呢 他就透過這種機制的第一層 先導到一個叫做 ProjectSquick的物件 那ProjectSquick的物件 就實作這兩個 這兩組機制 去抓住你呼叫的Property也好 或是Messor Code也好 那他導到之後呢 他就導給我們 在使用的Project物件 那Project物件 就再導一次 那又是一個更複雜的實作 總之他就透過這種層層 導下去的方式 幫你找到你的變數 或是你的Task 或是你的Messor Code 到底是該呼叫誰 那所以這就是 剛剛我解說的樣子 就透過呢 他有一個方便的功能 就是設定你的DSL Squick的Base Case 那這有什麼用途呢 因為我們知道嘛 就算你是寫DSL 還是要呼叫某個物件的Messor 那我為了要省略 去直接去叫那個物件的名稱 就是當作我用呼叫名稱 那名稱就已經存在了 比如說你在那個 那個view.grade 呼叫File 但是你沒有寫是誰 哪一個 Object下面的File Messor 他自動會幫你找到 他就透過 透過Project Script這個Case 去幫你找 找到說 他第一層要導給Project 那Project沒有這個 有這個File的Messor 如果Project的File 或者找不到怎麼辦呢 他會再去其他的 其他的變數的scope去找 好 那到目前為止的心思呢 就是說 你只要看到Gradle的DSL 出現大部分都是 出現大口號的大部分都是Cordial 那Cordial呢 可以透過Delegate來委派實作 然後還有呢 一個基本的語法就是 你看到中口號就是容器 那中口號再加冒號就是Map容器 哪有呢 你的ViewSquip呢 基本上TheBestCase 你可以把它想成 絕大多數都是Project Script 因為它的Squip有分成很多類 那它主要有三個實作 反正都是繼承同一個數 數下來 那Project Script呢 是透過MetaObject Project去委派工作 給你的Project物件 那你Project物件呢 常用的Messor Code 或是Property 也是透過MOP的機器去委派的 還有呢 剛剛我們有介紹到說 我們的Task關鍵字呢 其實也是有做一些轉換 那把它的名字轉成資料再傳入 好 那現在呢 經過我的快速的講解 我們會用到哪些Ruby的Future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 再來試著重學一下第六章 看會不會比較容易懂一點 好 那首先一樣是這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我們現在有什麼新的 新的 新的 審美觀去看它呢 因為我們有了新的 有一些新的知識了嘛 所以我們的審美觀會 會稍微有一點角度有一點轉換 那首先呢 我要看到說 Task的這個關鍵是呢 它是被AST轉換成一個TaskMacer 那HALO呢 會被轉自傳 傳給這個Macer 那再來呢 依據這個Busquip的BaseCase 它最終會委派給Project物件 那我們可以預期上在Project物件 找到這個相關的Macer 它會在下面的這個 某一個地方 那 Task的開頭Macer 有這麼多組 它到底是哪一組 所以現在要找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前兩組呢 是有傳Map的 但是呢 我們在這組HALO的Task上面 沒有看到任何的 中括號跟冒號出現 那也沒有單獨的 也沒有冒號出現 所以前兩組可以刪掉 所以我們看到第三組跟第四組 第四組呢 只有一組會符合這個Macer Code 那我們要注意一下 後面的那個大括號 我們剛有提到 大括號被當成參數 或當值的時候 就是Code9 所以呢 第三組呢 它沒有傳Code9 所以第三組就出局了 它就不會在我們的 Macer Code的選擇範圍裡面 所以就是第四組呢 就是我們需要Code的Macer 那解決完了 它到底是Code哪一個Macer之後呢 我們必須要看這個 Code9裡面到底做哪些事情 那 Code9呢 它實際上是 實際上就是一組 Code暫時的 Code片段的保存 那它必須要去Code這個東西 那它的Stooth就是 呼叫TaskContainer 然後Create一個Task 然後再呼叫Config 然後把ConfigProject丟進去 這就是 ProjectGen的第一個Task之後呢 呼叫的Create方法 那上面那一組搞定了之後呢 DoLess的到底是呼叫誰的 這個我們也必須要去弄清楚 那我們可以簡單的做個小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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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有個簡單的那個 View.Gradle 這裡有一個TaskHalo 那我在這一層 因為我是在這一層Code裡面呼叫 它的DoLess的嘛 所以在這一層直接印出 它的Delegate的Class 到底是哪一組 我就知道說 它把重要的任務交給誰了 好那我先把它執行一下 那電腦有點慢 所以大家稍等 那個Gradle通常飛爆焰就是 跑得不夠快 那我這電腦是 四年多前買的 所以又慢上加滿力 好 那我們看出我們現在畫面呢 它有印出來說 有印出HaloWorld 然後順便告訴你說 它是某一個Task的實驗 那就是我們常用的 實作Task用的DefaultTask 所以你可以在DefaultTask 找到這個DoLess的方法 那就是一個簡單的 透過我們的薪資 去瞭解它 到底是在呼叫哪一個東西 那如果換一個 再換下一個翻臉 它跟我說 加上這個小一小一 那到底是呼叫誰呢 那這邊有個漏獎的Future就是 Groovy跟Groovy一樣 它支援那個 那個運算式的那個 overloading 所以你可以把運算式的意義改掉 它其實是個Maser code 它似乎叫Left Shift的這個 這個Maser 那為了讓大家更有Fu一點 或是大家會一看就更好睡 我們來簡單的示範一下 怎麼去Trace你的Groovy code 那其實TraceGroovy code 你不用 單純想看的話 不用很花力氣的把它下載回來 因為通常它在 它在你的那個Github上就會有了 那TraceCode 非常方便的就是說 你只要知道它的 case name 就幾乎找得到 像我們剛剛印出的是這個 剛剛印出的叫做這個 DefaultTest 那它後面有一個底線這個 這個不用管它 就是它每次生產的時候 自動加上去的 那我把這個名稱拷貝下來 然後呢 按個T 然後進入搜尋畫面 然後開始搜尋這個Test 那你就會看到你的DefaultTest 在這邊 然後先看一下它的實作 它有幾個 常見的實作方式就是 提供一個DefaultTest Default的物件 再來就是 上一層就是 那個 抽象物件 或是Internal的物件 所以呢 通常你看Default 就是 繼承字抽象物件 再加點實作 或是直接就只是換個名字而已 那我們再把它再一層追下去 那你就會看到有非常多的 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開始找各樣的東西 我們剛剛呼叫的Masor是哪一種 我們先看一下 剛剛呼叫的是DefaultTest 然後給它一個Culture 然後搜尋DefaultTest 好你們會看到DefaultTest的 這個接著的參數是 一個A選 那跟我們要的Culture 長得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往下找 那這一組就是我們剛剛用的那一組 叫DefaultTest 那它是做什麼事情呢 簡單說就是把這個Culture 當成A選 加到A選List裡面 那我們在 剛好它接下來這組是 那個 DefaultTest 它其實做的也是一樣 把你的A選 加到 加到那個 A選List裡面 所以這兩個 Dueless跟 DefaultTest 是等價的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簡單的Trash 來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其實只是 先建了一個 Hello World 這個Test 再呼叫 DefaultTest的這個方法 那它跟我們剛剛寫DefaultTest 做一樣的事情 好 那我們再看另外的例子 就是說 它有一個DefaultTest 的寫法 那我們有了 剛剛的新觀念之後 就知道說 我看到冒號 就要想到Map 那想到Map呢 我再對回去那個 Project的實作 就是只有頭兩個 是有Map 然後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它到底是 在呼叫哪一個 那這個看起來就是 呼叫第一組之後 為什麼是之後呢 因為它先Create了這個Test之後 再呼叫DefaultLate 去Complete它 好 那到目前為止呢 大家就有一個 新的概念 稍微重塑一下 再稍微履錄一下 這個Gradle的世界觀 長什麼樣子 首先呢 你先從U-Squip進去之後 你會透過BestCase 委派你的所有的動作 給Project Squip 那這個是以我們 剛剛的例子來說 它有時候 不是Project Squip 有時候 比如說你的 你是那個 Innovation Squip 那它可能會叫 另外一組BestCase 這是 會依情況調整 那你的Project Squip 那你的Project Squip呢 透過你的Maserhook Maserhook 或是那個Projecthook 去委派給 你的Project物件 那Project物件 就透過MOP的方法 委派給中介物件 那這邊就有新東西囉 為什麼是講中介物件呢 它實際上是一個叫做 It's a Tensible Dynamic Object 名字很長 那到這個中介物件 這一層以後 其實就跟 就跟Goovy的Future 比較美觀了 那實際上呢 它們 它在 859物件呢 會透過MOP 那所有 找物件 或是找參數 找欄位的功能 都是丟給這個 那個 Extensible Dynamic Object 所以呢 這個東西它是管什麼 它是管說 你的Goovy的 所有的Property 或是Maserhook的Scope 好 那這個密密碼的東西 那同樣的 那個姿態小 就是不重要 那我們 好 發現這張其實應該是 字望的放大 那其實這有兩個 幾個重點 它說它的Scope有五層 第一層是 那個 Project物件它本身 那這是因為 遷就於 Goovy的Future 因為如果你是用 BestCase的話 它會直接找到 那Project Script 再找到你的Project 那再來呢 它在上面 再疊了一層 叫做Extract Property 所以你所有的 動態的 需要放在最外圍 能夠Axt到的Maser 或是 Maser Reference 或是Property 可以放在這一層 那如果你是要放在 8個音內的 你要需要用 Extension 或是Convention 這兩層 所以它總共有 1 2 3 4 5 那最後一層呢 它才會去找你 找你的Task裡面的東西 那它後面又放了一個 Extract Property 這邊我還沒有理解 我還要再重複一次 不過它的實作上 確實有這樣子 好 那透過這個 Extensible Dimension Object 我們可以簡單的講解一下 你的Java的那一些 Apply之後獲得的變數 跟Maser Code 到底是怎麼來的 首先在你Apply Java Projecting之後 它會對你的Project做一些事情 它會把它的狀態變數 那這邊就是 Java Projecting Conversion 發布給你Project裡面的Extensible Dimension 註冊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你的Project去存取到它 那但是呢 由於你的Project呢 是第一層的物件 所以裡面Project的名稱都不用寫 就可以直接呼叫 比如說它可以呼叫那個 那個程式碼的香榮的等級嘛 這邊呼叫之後 它直接去存取那個物件的欄位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設計 你也可以改你的專案的版本 或是改你的Manifest的內容 其實都是透過這樣的機制去修改 所以呢 到現在為止呢 跟你說你會Gradle 會稍微有信心一點 那後面這個 呃 字太多了 我們就先不要看 還沒QA 應該還有時間吧 還有時間 那我們 呃 與其解釋這個重複的字面意義呢 不跟大家說到底怎麼看文件 會比較 比較實用一點 好 那大家最困惑就是說 呃 你會不會太難寫的 還沒 真的沒有很詳細 譬如說 這裡有一個 先點下去 它還跟你說 呃 Bewsquid Bewsquid Bewsquid在哪裡 好 那我們看另外一個 看你Fastory 大家比較常用 那它會跟你說呢 它是 呃 是以為這個東西可以用 但是你不曉得怎麼用 那通常我們會先從 發掘開始去Trace 那首先我先找到我的發掘物件 那剛剛有幾種嘛 一個是 剛剛的 其實它密語關聯 你可以找到是 Default Project 或是 Abstrator Project 或是Internal Project 總之我先隨便是一個 呃 先是Budget 好 整個Budget 看起來很幸運 看是不是找到它 那 通常你會找到Interface 或是不是十多的東西 總的通常 好 它是個Interface 非常長的Interface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 直接關鍵字不是的話 那 就開始是你的 你的抽象物件 那通常抽象物件 中獎的機率會高一點 因為你的Default Project 可能 只有一個簡單的實錯而已 好 你就看到很多這個 那我可以查一下 因為它提供了一個block block 後面加大括號 我們可以直接聯想到 block 是一個Macer Code 大括號是個 Culture 所以我先查一下 Replace 這邊就有一個 Gate Repository 就符合我們 第一個例子 你的Gate Beam 你的Gate Gate 可以直接改成 那個Macer的 那個 Asus的 的寫法 它這邊有一個 簡單的說 它沒有實錯 那這個 不理會它 因為它可能是 實錯在其他地方 那我們可以再繼續找下去 比如說我可以找 Internal Project 好 好 那總之呢 就是我們先回來看這裡 就是你看到這些東西 你就需要領想到說 它實際上是Call你的發覺 或是透過你的發覺去 Call到某個 發覺音 發覺音的功能 然後再接一個 Macer Code 是接這個 所以你可以再去 找到它的實錯 這樣的Trade 方法會比較快一點 那 那 因為剩下一點時間 讓我進入QR 好 那 今天的介紹就是 透過 呃 介紹 Uri DSL的Future 帶你去 從一個新的觀點去看 Gate Beam的實作 那 有沒有人需要 提問一下 請說 那請問一下 因為就是像 Map跟List 它重新做開始 那是 Map跟List 在做到 你自己的問題 那它的實作 它的實作 是誰 它的實作嗎 呃 它實作是依照 它動態決定的 因為我有試過 我有些 有些 不寫 實際的態度的時候 它 比如說我宣告一個 List 它有時候出來 是ArrayList 有時候出來 是LinkingList 偵測 所以我不太確定 它是怎麼偵測 但是它會選 它覺得最適合的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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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